今天這場演講有兩位講者 第一位講者是Nin 另外一位講者是Andrew 這兩位他們現在在致力於台灣的一個社群 這個社群就叫Data for Social Good 他們在這個演講裡面會介紹一下Data for Social Good這個議題 那一些你可能如果想要入門的話有什麼樣的方法 那我們用熱烈的掌聲歡迎他們 嗨 大家好 我叫做Nin 然後我本身是Data for Social Good的顧問 Data for Social Good是我們的Community的概念 其實是在台灣有很多的 這幾年就是所謂的資料分析或AI的浪潮 所謂的AI浪潮 大家會覺得好像有很多東西是可以用很快的速度的方式來處理 但是現實生活中如果大家在現實生活中去互贈機關或是生活上 你會發現其實很多的東西都用不是很Smart的方式在做處理跟在做解決 那其實我覺得最核心的地方是在場大家都是用Python 就是Python的使用者或者是剛開始要用Python的人 然後我們其實是在同樣的同溫層 所以我們在訊息接收上面會覺得這些東西這樣做是很合理的 可是當你要到跨領域的時候跟不同領域的人 或者是有不同domain know-how的人 你開始要去做合作的話 它有很多不同的挑戰 那Data for Social Goods的概念其實是找Data Scientist跟Developer 一起去跟NGO或者是公部門 我們一起做一些實驗性質的資料的專案 那這個資料專案等一下會去做一個介紹 那在做介紹之前呢 其實我要講一下說我為什麼要來丟這個talk 這個talk如果你有仔細看它其實是一個入門的talk 也就是說我今天講的package 你是一個Python很熟的人 就是一定你都聽過 我不會跟你講你沒聽過的演算法 我也不會跟你講就是你沒有聽過的package 因為我在四年前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當PyCon的贊助組組長 然後我記得每次在開會的時候 大家有就 我就依稀有聽到說 在收talk的時候其實 你很難收到很入門的talk 因為大部分就是 大部分隨著整個Python的社群 就大家一直往前走的時候 大家程度已經到很好 開始丟的talk就會 就是水準都很好 可是其實有一群人是剛開始接觸 Python 所以他有點搞不清楚 Python到底可以做什麼 或是他這個方向可以怎麼樣去做 所以說入門的talk一直很缺 所以我那時候就有許一個願望是說 如果可以的話就是 我有能力或有空的時候 我可以丟一個入門的talk 所以這個talk很入門 如果你想要聽到一些很炫的 就是演算法或解決的方式呢 就是我會給你 就是我們這個community 我會後會給大家 我最後頭裡面會給大家 就是我們這個community 其實四年做了大概三四十個專案 我們每個專案就是怎麼樣做 用哪些演算法實際上做到的效果是如何 就是我們都有放在網路上面 就是你其實可以直接去看那個link 去看更detail的東西 那如果你今天是對Python 就是有點興趣才剛開始碰 然後你不太確定Python可以幫你做什麼的話 然後你可能覺得 我好像Python要學很久 或學很厲害 我才能做出什麼樣子的東西的話 那我覺得這場talk就很適合你 因為我們會分享一些非常基礎的東西 然後會分享說 我們跟這些跨領域的人做哪些事情 然後有什麼樣子的成果 好 所以這是我自己本身 然後我另外拉了就是community裡面的engineer來 然後來 大家好 我是Andrew 那我是曾經參與D4SG的資料英雄的一位 那我之前不是屬於這個領域的 我之前是化學工程師 那因為熱愛資料分析 來踏入這個資料的領域這樣子 那很高興今天可以來跟大家分享D4SG的相關的一些經驗 所以就反正你就是覺得太簡單你可以在位置上用電腦或者是神油都沒有關係 所以D4SG的全名叫做Data for social goods 就像是我講的就是我們做了 我們已經做了四年了 然後這四年我們分別就是產出大概三四十個不同的相關的案子 然後也有得到一些不錯的就是在市場上面不錯的一些肯定 比如說這是去年的時候 台灣的政府其實一直嘗試想要透過不同的力量去讓工部門可以更smart 或者用更多Data來做事情 所以在工部門每年他們都有一個競賽 應該想說兩年了 去年跟今年有一個競賽叫做總統杯黑客松 主要是跟工部門去做合作 那你可能做不同領域的改善 然後就是從Data for social goods出來的 去年的前五強裡面有三強是從Data for social goods專案出來 那裡面有分別跟法律輔助有關 然後也有跟轉整就是高雄氣爆之後 跟高雄衛生所還有醫療體系合作做 就是相關專整的部分 然後去年的時候就是我們跟台北市社會局救助科合作 就是我不太確定大家知不知道 台灣的社工其實是很辛苦的 我的很辛苦的地方是說 如果你有在看新聞的話 你會你比如說有家暴發生 或者是有額虐發生 OK就是開始媒體啊 議員啊大家開始在檢討說 為什麼會發生家暴為什麼會發生額虐 可是到最後的ending可能都會說 那社會局派社工去做進一步了解 然後我們去把這個社會安全網補起來 可是這件事情的核心有沒有想過 就是我們社工一年到底承接多少的暗量 然後有沒有給他足夠的能量跟資源來做這件事情 答案是就是不一定或者幾乎是沒有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我們Data Science跟Developer進來 跟台北市社會局的救助科合作 其實我們想要解決的一件事情是說 我們有沒有辦法用一些輔助的系統 幫助社工在處理可能他們手上有 他們手上有些資源去幫助就是社會局需要幫助的人 可是他可不可以知道他手上的資源適合哪些家戶 就是實際上社會局要面對的家戶的類型 有非常多種有些是中低收入戶 那有些是受虐的有些是可能家庭暴力相關需要去做安置的 所以他其實核心其實是我們後面做了一個輔助的 我們用他們的Data就是過去四年五年的Data 做了一個模型去幫他們去做媒評說 到底什麼樣子的家戶是適合他們用什麼樣子的資源進去 然後還蠻開心就是去年底的時候 就有拿到聯發科一個自在家鄉的首獎 好 那 呃 所以 我剛才講的Data for Social Good的計畫 他的 他其實涵蓋幾個範圍 一個是我們是希望讓資料的人可以去做交流 你透過這樣子三個月去做各種專案 大家互相交流跟切磋 你可能平常是在Banking產業 或者是你平常是在製造產業 那你可以跳出來就是我們做一些跟Social Good有關的議題 好 所以 呃 我們的核心其實是想要用資料分析促進厲害關係人之間的對話跟合作 就是 如果 呃 你過去 可能在 我們目前這個同溫層 我們可能習慣對話的是Developer 或者是 也許你可能跟Data Scientist會去做對話 然後 但現實實務上面 呃 你拿這樣的資料分析 你需要去促進一些改變的時候 你需要去跟呃 非營利組織 政府機關 甚至 需要去跟媒體合作 如果大家有在留意天下 呃 過去幾年的雜誌的內容 有幾期我們 幫他們合作之後 有做 到封面 比如說去年的時候 呃 天下有做一個報導是 呃 就是台灣PN2.5的監測的方式 然後也有去講到就是呃 我們目前那煙囪的監測的機制 就是以 你如果去看Open Data開放資料的時候 就是環保署公開的資料 你會發現就是有很多 呃 呃 有大概呃 四分之一三分之一的 所謂異常的Data 那一筆Data是被註記掉的 當然 它被註記掉有它的原因 可是這件事情 我們開始嘗試去把它挖出來 然後開始去做比對跟看 那它其實也沒有用到很難的演算法 它其實是一些視覺化 甚至更多的是做資料的整理 把很髒的資料 整理出相關的脈絡 然後在更早之前 我們跟天下合作的時候 有做一個是 農地重點 這是我等一下會去講的 就是我們拿 呃 衛星的影像 開始去 呃 找雲林縣到底哪邊有太陽能板 就是就政府在前幾年在講太陽能板 種太陽能板這件事情的概念是說 我的太陽能板是要種在地層下線 或者是呃 那個土地已經被污染的土地 我太陽能板種在上面 是不影響我們的農作發展 但我不知道你們現場的 現場大家有沒有去思考過 我們有沒有任何機制去檢驗 政府真的有按照這方向去做 好 大家很安靜 兩種可能是 就是大家意識到沒有 沒有 第二種可能就是台灣人本來就很安靜 對 好 然後所以我們 我等一下會分享一下 我們拿了那個福威爾號的影像 開始嘗試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做 當然就是 我先講一下 我們其實是三個月的 呃 nonprofit專案 我們不跟工部門 ngo收錢 來參加的志工 呃 來參加的地下線的diverter 大概都是武昌在做 所以其實三個月的時間 我們做出來的東西 就是 是一個portal type 沒有到非常的 呃 效果非常的好 可是呃 我們也把我們中間的實驗的過程 就是分享出來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也可以把案子拿起來 繼續往下去做 反正就是起一個開頭 讓大家去做一個分享 ok 好 所以我們嘗試去做資料退化跟跨領域的合作 那我要先來定義我今天講的資料專案的類型 因為呃 每個使用python的人 他在使用資料 或對資料這個東西的概念 或者是認知是 呃 彼此是呃 因為大家所處在的環境跟領域不同 呃 認識跟意識到的 的資料的運用狀況會有一些不一樣 好 所以對於這個社群 他是要做跨領域合作的時候 對我們來講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實是後面就是我要如何去產生行動跟行為的改變 我的行動跟行為的改變是指說 比如說以我們前幾年做了一個是呃 台灣農地到底有沒有被污染這件事情 你如果去環保署幾年前去看環保署的資料的時候 他其實真的去認到有農地被污染的那個數量 跟你心中的認知或位置地點應該是會有一些落差的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嘗試做一件事情 是我們拿農事所 農事所是農業署下面的單位 然後農事所他過去30年在台灣一直都有在做土地的普查 因為農 農業署要管台灣農地的生產力嘛 所以其實農事所手上是有一份資料 裡面會去檢查 比如說一塊土地蛋啊跟他的生產力有關 但他同時也會去檢查說 他是不是有一些重情署污染 他檢查方式會跟環保署就是檢測的方式是不太一樣的 但他其實是可以去透過一些轉換方式去看出 就是以環保署檢測的那個邏輯跟分數 他是不是有去做超標 所以我們後來去嘗試做這件事情去做比對 他其實成功在這一兩年之後 讓農業署的農事所跟環保署之間建立了一個平台 也說他們兩邊資料是可以去做交換 我相信在場大家應該會覺得這件事情沒什麼 我就就是資料交換嘛 反正A有資料 B有資料 大家就坐在一起混在一起 就變殺尿牛丸 可是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 就是這件事情其實沒有人把那個Prototype做出來 他就會永遠躺在各個部會裡面在做交流 就是因為沒有人把東西比起來 知道說這中間有落差 就會呈現說你說沒落差我說有落差 就是會呈現這件事情就沒有一個啟動的開始 好所以對我們來講最重要是如何做出行動跟決策 那其實他就有分兩種層面 第一種層面是有資料的情況 有資料的情況如果你是一個念資料 或接觸資料的人 這四種模式應該你就非常熟悉 就是他能做的東西就是描述型 診斷型 預測型 或者是做決策資源或決策自動化 好因為我們今天是一個Python的場合 我就不去講細的這些資料是怎麼運用 在什麼情況下做什麼樣的用途 我就不去這樣講 有興趣你可以另外去找相關資料 當然還有另外一種情況是沒有資料的情況 我的沒有資料的舉例是說 如果今天想要看雲丁線 到底糧田上面有沒有中了太陽能板 這件事情 好這件事情叫有資料或有資料 其實它有一點點吊詭 因為台電手上一定有資料 經濟部手上一定有資料 因為他要去管說到底有哪些電進來 但是如果你們有嘗試跟政府公部門要過資料的話 你們心中應該就會知道有些題目 就是對於我們來講 你可能要設定為你是沒有資料的情況 因為它可能基於不同的考量 其實這個資料到目前為止 就我知道還沒有放出來 讓大家知道說 到底在哪個地號上面是有中太陽能板 哪個地號上面是沒有 這件事情是政府公部門手上有這相關資料 但是民間上面其實一直沒有 所以我們就只能把它假稱成是沒有資料 那你沒有資料在取得資料上面 當然最傳統就是在這幾年 Computing Science的運算能力沒有在那麼強之前 其實統計相關系統一直在做類似的題目 那它也許透過問卷或者設監測站 或各種方式來做處理 當然在這幾年就是Computing Power提升之後 你會發現也許我們可以用影像面試的方式來做 那來我們拿微型影像的照片 開始來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這也是在資料專案的類型的一種 然後也許如果你今天做語情的部分 也許你自己要寫爬蟲來爬 或者是你今天有很多的可能個案資料或文字的資料 你要處理社工領域的情況 或者是醫院有關醫族的東西 你可能就需要文字探勘的方式 幫助你去做爬書 然後當然還有就是語音辨識 你用voice to text 所以其實在這個領域 它在處理很多時候都是我從沒有資料 如何把它轉換成有資料可以被分析 OK但有些情況我從沒有資料轉換成有資料被分析 我可以直接就是deploy出來變成一個決策自動化的概念 我舉例來講比如說自動車就是一個概念 它其實自動車在大部分的時候它設計起來 在安全的情境下它是自動可以去駕駛的 它不需要人為進去做介入跟操控 或者是決策自動化另外一個前幾年很有名的例子 就是alphago為期在下期 它其實它已經不是一個輔助系統 就是alphago在下期 所以我分享幾個實力讓大家更有感覺 比如說這是我剛才一開始在提到的 就是環保署的農地污染部分 然後拿農事所的土地品質及生產力調查的資料進來去做對比 好 所以左邊的部分是那個年度三年前四年 連環保署列管的農地分佈的資料就這邊嘛 然後這邊其實是我們拿農事所的資料去做整理 藍色的部分是他們有去做檢測的 紅色的部分是有去做超標的 OK 好 其實你用肉眼你應該可以感覺出有落差 因為從環保署四年前的資料 我們華東應該是好山好水無污染 但你實際上就是當你實際上去做比較細的普查之後 你會發現其實那邊還是有那個超標的情況發生 但在過去因為兩邊的資料沒有去做交換 所以這件事情沒有辦法浮現出來 好 所以對於大家Python使用者來講 你要做這件事情其實不難 它就是幾個東西 三個要決 第一個是兩邊在地理資訊證的點位是不一樣 系統是不一樣 所以你要去做點位的轉換 第二個是兩邊在做那個 污染的實驗這件事情上面的方法不太一樣 你要去跟這個領域的專家搞清楚說 它兩邊要去做比對的時候 要如何去做參數的調整 然後把圖畫出來 或者是把它理成結構化的資料 然後這是另外一張圖 這是桃園機場 你可以看到就是從環保署的資料來講 大部分的污染都是在桃園機場的南邊 可是實際上黃色點是農事所出來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實際上污染在桃園機場的北邊 也是有的 OK 然後我要分享的另外一個例子就是 我一開始跟大家講說 以台北市來講 就是台北市一百萬戶的家庭中 每年平均會有1.3萬個家暴的案件 然後呢 也說家房中間工作人員每年 就是他們的人 要處理116件的家暴案件 好 那 每3.2天就要處理一個家暴案件 我不知道大家對家暴 或者是這種親密關係暴力有沒有感覺 你可以去思考一下就是 呃 這種概念就有點像是 呃 你 那個 室友 跟他 男朋友或女朋友 在吵分手 通常就是很難過 然後大家大吵 然後 你覺得他們有可能3.2天 就和好 或已經很乾脆的決定要分手 就是 勞死不向晚來嗎 正常來講應該是沒辦法 處理關係這件事情上 所以 我只是要強調說 其實社工在這件事情上是 非常的過勞 可是 呃 台灣的社工體系其實很完整 他們在做每一筆個案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很完整的紀錄 就是從 就是 這個家庭 他們家庭組成是如何 他們也會去畫家庭的 族譜跟譜系 可是在過去就是 Data for social good 這個力量沒有進來之前 其實他們其實是靠專家在review 這些個案的內容 那他是不是可以有更smart的方式 進來去做review 去看裡面的概念 好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一開始就是先把相關的因素 跟因子抓出來 就是你對 呃 家庭暴力這件事情 發生的部分 他可能會有個人相關因素 然後 關係 然後還有 呃 你的社區或你的家 家庭 家庭的意思是說 你的親朋好友親戚 是不是可以進來去做 做 呃 幫助 然後先把這些危險因子 點出來之後 我們去看 我們實際上拿得到的資料 你可以看到 呃 黃色的字 那個是實際上 我們拿得到的資料 比如說 呃 施暴的人 或是被施暴的人教育 然後他經濟壓力 他是否身經障礙 他們有沒有暴力死 會有沒有自殺的意念 然後 就是求助的時間差 相關這些資料 是我們拿得到 OK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就是 最痛苦的就是 就是整理資料 你知道整理完之後 這是一個就是 大家應該很熟 他就是用tree的方式 來做呈現 我們算出比較一些關鍵的值 然後 我們根據社工的能量 幫他們做一些案件的 處理的建議 應該講說 我強調一下 就是這模型做出來的案件 不是鐵標籤 主要是給社工 在有限的人力下 他可以知道說 哪些的案子 也許他在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需要比較多的人力 跟資源進去 因為人力跟資源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後來做了一個 prediction model 就是讓他們知道說 今天進來這案件 是我服務 他可能風險比較高 他會有再發生的可能性 然後讓社工去做一個提醒跟注意 好 所以我們嘗試做一個決策資源 然後 讓每年有50%加報案件 我會再次通報 再次通報的意思是說 就是在今年 比如說 這個小朋友 或這個太太 或這先生被打一次 被打一次通報 我們處理完 我們覺得他們好了 可是實際上 可能隔一個月 或隔一個禮拜之後 他又再被打 又進來 而且這種施暴受訊 或什麼再通報是重要的 當你去第一線訪談的時候 你會知道說 一開始的爭吵的傷痕 可能很小 也許你看到那小朋友 只是嘴巴這邊受傷 然後家長可能跟你說 他就是跌倒 嘴巴去撞到 可是實際上不是 那你可能覺得 他只是一個跌倒受傷 結束之後 但你沒有意識到 沒有一個 輔助系統進來 去做預警的話 他沒有意識到的話 那你可能下次他就是 被打得很嚴重 送到急診室 OK 然後我去強調一下 喔 輔助系統的概念是這樣子 就是 一個資深的社工 其實他在看過個案 他一定有這樣敏銳度 去判斷說這個個案發生 再發生的情況是高或低 可是其實對社工 比較大的挑戰是 每個社工 他們的背景是不一樣 有些社工是兒少的 有些社工是親密關係的 有些社工是處理可能長者 或不同的關係 所以對不同社工 他判斷其他領域 比如說 你要去判斷兒少這個領域 除非你的經驗值是很久 不然在判斷上面 會有一點點的難處 再來是社工薪水 真的是蠻辛苦的 所以 只要社工流動率很高的時候 一些年輕的社工來 你其實很難靠資深的社工 去做完全的 可能在很短時間 做完全的系列 所以一個輔助系統很大的目的 他可以去幫助在社工 就是新進社工的時候 你可以更快的速度 幫助他知道說 這件事情 就過去的經驗值上面判斷 是怎麼樣去做判斷的 好 所以 我用不同的角度 來跟大家分享 就我的角度 當然就可以交流 就是 比如說以傳統統計的領域 資料專案大概會落在可能 就是 傳統的資料取得 或者是取得一些外部資料 跟開放資料 然後他會去處理描述性 診斷性 診斷性 預測性跟決測資源 當然 你可能也可能包括其他的 好 那如果以現在可能 比較常在講IoT的領域 他會處理的部分 比如說在資料取得這幾段 就是可能 一些 就是透過sensor的方式 去取得相關的資料去做 把資料轉換成一個 可被分析跟可被解讀的部分 那以所謂媒體 所謂AI的浪場 你會發現他 談論的比較多 可能會是影像辨識 還有從語音辨識 文字探勘 或是做到決策 自動化這一塊 我必須 其實我會弄這一張 其實最大的目的是 因為我常常在社群上面 看到大家在展 就是 誰比較好 或誰比較不好 可是其實以我 這樣子做四年 就是data for social goods 這個專案來說 我個人覺得 沒有好跟不好 就是 能產生行動跟決策 能產生行動跟決策 有價值的東西 就是好 有時候 有很多資料分析 產生價值 是第一個 把迅速性統計 做出來的人 不一定是做出一個 很炫的模型的人 反而是第一個 把迅速統計 東西做出來 然後 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東西整個架構 狀況到底是如何 好 當然就是 每個人在 整個 就是 沒有 應該沒有人是在 所有的 所有的位置 都可以做得很好 因為 它其實範疇 涵蓋非常廣 那 我覺得 就是每個人其實你 光是把 比如一個影像辨識做好 或做成 做到專家 或者是 文字攤攤做到專家 就非常有價值 那 就是 我個人覺得 就是以接觸下來 其實 你在使用可能語言啊 或者使用工具 就是 就是 重點 其實是把 決策跟行動 那個價值做出來 那 我們今天是 入門的場子 我們只講入門的東西 但我也只是要強調說 很多入門的東西 它其實就可以產生很多 有價值的結果 好 然後我們接下來 請Andrew 跟大家介紹一些 就是 你如果 今天很入門 你在Python上面 我們就是 百分之 七十八十 在使用的一些 package跟內容 好 我先分享一下 就是 我參加 DFOSG 一個資料科學專案 你可以想像一個 資料科學家的 所花的時間 都在做什麼 你看 這個研究可以看到 就是說 其實有百分之六 譬如說 百分之十九的時間 你是在收集資料 你在等業主提供你的資料 或者是 你們討論完之後 有新的資料 需要等業主提供 那剩下百分之六十的時間 你在清理他的資料 什麼叫清理他的資料 就是說 你可能會有一些缺值啊 或者是 呃 該有名字的時候 沒有名字啊 該有性別欄位 該有的時候沒有 這種狀況 那你可以 你可以看到 你的 大概在四Percent的時候 你才是在 Refine的 或者是 優化你自己的演算法 那剩下五Percent的時候 大概就是在 等對方的資料 以及 喝咖啡聊是非的時候 那你 呃 接下來我要簡單介紹一下 如何快速的上手 一個D4HG的專案 或者一個資料科學專案 那當然 我們要先拿到資料 那拿到資料的話 在Python的這個 Community裡面就是 就是 就Pandas 那Pandas的 匯出與匯入 其實它資源的非常豐富 那我這邊只列出 這個四個 常見的 呃 資料的Format 那 當然我 最希望的是看到前兩個 CSV 或者是GISO 但是其實 因為我們面對的是 NGO以及政府的專案 其實我們常常拿到的 就是最下面的ESL 那ESL其實也還好 但是你就會遇到一些 奇奇怪怪的 合併儲存格啊 然後或者是一些奇奇怪怪的 等等 所以說 我們才會花60%的時間 在做一些 資料清理的動作 那你再把它 露進來的時候 你可以用很簡單的方式 先去預覽一下 你的資料的型態 呃 欄位什麼的 或者是你的那個 欄位的名稱 再來是資料的選取 那資料選取 在Pandas的 Data Frame裡面 其實你有兩種方式 一種方式是 你可以依照你的Column 也就是說你的那個 直的欄 Column 嗯 行列 直的Column那邊的 名稱 或者是直的Column那邊的 Index 去做 做選取的動作 然後這邊就可以做 這兩個選取的方式 其實是獲得一樣的結果 那當然你獲得資料之後 為了Coding方便起見呢 通常我們會把 中文轉換成 英文的 Column的名稱 那接下來 接下來就是資料視覺化 剛剛有提到說 其實 呃 一個專案的成功 不是說你弄出什麼很厲害的演算法 有時候你做出一個 呃 資料的視覺化 然後就會讓 提案單位 非常的有感覺 進而做出他們的行政的決策的改變 或者是流程的改變 其實這次就是一個很成功的impact 那我這邊簡單介紹三個 我們常 常 常 常見的一個 一個三個 呃 library 那首先第一個是 呃 metaparlip 那它本身可以 它的功能很強大 然後可以很 可以很簡單的畫出 呃 一些統計敘述的東西 那我剛剛 跳太快了 那我剛剛其實 弄進來的是剛剛有介紹到 農曆污染的 的一個資料集 那我們可以看出 其實我只是想要知道說 呃 台灣的所有的縣市裡面那個 有 農地污染的縣市 最多的是哪一個 第二名是哪一個 那你可以用簡單的 呃 bar chart的方式去呈現出來 那至於第二個套件 其實也是畫圖的 那它是叫Seabomb 那因為有一些人可能跟我反應說 你可不可以 畫好看一點 那因為我本身沒什麼美感 那Seabomb呢 那Seabomb呢 其實它內建的比較多 就是 調適過的一些 主題啊 一些 顏色的一些搭配 那經過專家的 調適過 所以就是 所以我有時候 我有用這些 這些套件來輔助 就是呈現比較好看的一些 呃 圖表 那第三個的話 就是 platley platley 其實大家都知道 它的 其實最主要的就是 呃 動態的一些 互動式的呈現 那這邊的互動式的呈現 其實就是可以讓移過去之後 可以發現 可以看出說 其實各個縣市 它實際的數字是多少 那接下來 做完了視覺化之後 我們可以 我再介紹一下 常見的一些 機器人學習的演算法 然後在PsyKiller裡面 那在資料科技專案裡面 其實常見的 其實 應該說資料科技專案 不會有兩種 一種就是 Regression的問題 這種是 那個分類型的問題 那在PsyKiller裡面 其實有蠻多 Regression的方式 那這邊我介紹三個 就是常見的 Linear Regression Reach Lasso 那你怎麼使用它 其實就很簡單 就從這邊 跟Import進來 Import進來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來取用 那你要怎麼評估說 你的效果的 模型的效果好 或者是不好的話 那在Regression的 方式 Regression Model裡面 主要就是有三個 一個是 大家比較常聽到的 R Square 然後再來是 MSE 以及MAE 那在 接下來我就直接 弄一個很簡單的範例 那我自己弄出一個 你可以看到 其實就是X 其實就是 Y其實就是 三倍的X 然後 弄出了五個資料 五筆 五筆 資料 那我取前三筆資料 去做 training的動作 然後我預測出後兩筆 當我Y等於 5 跟Y等於10的時候 而X等於5 跟X等於10的時候 我得到的Y值會是多少 可以 接著就是用剛剛的 模型評估方式 去評估它的 R Square 以及MAE 以及MSE 這些方式 這些 演算法 以及評估的方式 都是在 其實PsychicLearn 它就是集大部分的東西 與大成 對 都可以在這邊找到 那第二個 常見的問題 就是分類的問題 那這邊的話 也是介紹三個 常見的一個 Logicist Regression 然後Decision Tree 以及Random Forest 那一樣就是 我們從它不同的 在Package裡面 把它Import進來就可以了 那分類問題的話 就是它的評估的方式的話 常見的話就是用 混淆 常常會混淆我的 這個混淆矩陣 對 那混淆矩陣的話 混淆矩陣的話 就可以 它其實就是 當你的真實結果是 0 如果它的問題是 4或4 10的問題的話 當你真實結果是0 但你預測出來 也是0的時候 那它這邊就是一個 True Negative 那如果是 1 那你預測出來也是1的話 那它也 它就是一個True Positive 那它整個正確的 正確的Accuracy的話 就是說 你的True Positive True Positive 跟True Negative 加起來放在分子 然後其他的總數 放在分母 就可以評估說 你這一個模型 它預測 或者是它分類的 正確率的 效果是如何 那一樣 我就是弄一個 非常簡單的Data Data Set來看 那這個是一個 很簡單的 一個 一個EndGate的一個 的Data 可以看到 除了 A B都是1 A B 當A B都是1的時候 你的這個Column A A B 才會是1 其他都是0 那我這邊就直接取用了 Logicity Logation 然後把 剛剛的Data 全部 放進去之後 然後去Predict 出來 我們剛剛有看到結果 其實就是前三個是0 最後一個是1 那我Predict的出來的結果是 四個都是0 這時候呢 你去看它 剛剛我介紹 confusion 就是混淆矩陣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它 其實True Negative 就是說它原本應該是1 原本應該是0 然後我預測它是0 有整個 對了三個 那有一個答案 有一個正確答案是1 但是我預測出來 卻是0呢 這邊的一個是False Negative 有一個 然後再去計算它的一些 剛剛有提到的正確率啊 但是大概就是4分3 0.75 對 那 前面很快速的介紹就是說 如果你要常 快速的介紹就是說 如果要上手一個 DefaultHG的專案 或者是資料櫃的專案的話 你可以常 常見的一些Packy 跟使用的Function的部分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要繼續介紹 就是農地開放的這個案例 所以我們剛才講的部分其實是 是落於資料分析這個範疇 然後介紹的是比較簡單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我會後會分享給我們 其實做過不少的案子 我們也有用一些 比較複雜的演算法 來去處理一些 處理一些個案 然後剛才資料分析 那我接下來 應該講說傳統 在做Data 可能Prediction的部分 那我接下來要分享兩個 是我們本身就是有參與過 做過那個 一個是影像處理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文字探勘的 好 然後 我先解釋一下就是 其實我們四年來 做了三四十個案子 不是 比如說像我 就三四十個案子都參與 因為我們是一個community 我們是recruit 有興趣的人 所以 接下來介紹這兩個案子的 主要的參與者 就是 不是我們兩個 可是因為我覺得這個案子 還蠻經典可以做分享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 有一些技術上面的東西 其實就是我有留那個 負責這個案子主要的窗口 你們有興趣的話可以 E-mail給他去做交流 然後 所以這個我開始要分享的是 農地重點 然後 我們要如何知道政府 到底有沒有在 他當初說好的 那些土地上面去做重點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拿的是 就是 就是我們要去確定 農地上面到底 重點 重菜 其實重點 重菜 都是我們理解 那其實現在還有另外一個 我覺得更複雜的議題 我的複雜議題 不是技術上複雜 是在 台灣整個社會上處理 更複雜的問題 是有些農地上面其實是重工廠的 就是造就台灣很多經濟奇蹟的工廠 其實都是種在農地上 然後這是主要當初做的團隊的成員 OK 好 那 在 這幾年 台灣在強調 綠電這條路上面的時候 你如果去中南部 你應該會看到 這樣子的一個畫面 就是在農地旁邊 種太陽能板 OK 好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拿兩個資料 一個是 TOK一開始在講的 農事所 農業試驗所的資料 農地測量的資料 為什麼我們拿那個資料 是因為 農事所上面的資料 我們已經有 就是到底台灣農地 哪些農地是 已經被重金屬污染 它已經無法種植 那它其實應該是去符合 政府當初說 應該要種太陽能板的區段 然後再來是拿國家太空中心 衛星的搖測資料 好 所以其實 那個時候是 就影像資料進來的時候 我們一定是先人工標記說 哪些是太陽能板 然後 我們只先做雲林線 因為我們的人力是有限的 然後去做資料模型建立 其實我們 我們有想要嘗試去做全台標記的結果 因為你做完雲林線的目的 當然也不是想說 其他縣市 我們繼續用這種 就是這種方式就是硬幹 沒有 就是我們其實是希望 一個資料模型去建立 然後 開始就是它可以自動 然後它影像資料進來之後 我們可以去做相關的分析 可是 我實際上demo 我們三個月做出來的狀況 好 所以訓練階段就是人工標記 然後我們做像素的訓練 也做了樣本式的訓練 然後接下來就是 衛星資料未進來之後 去看太陽能板偵測的結果 OK 好 所以我們用QGIS 還有這個 OVOLTOOLBOX OK 所以實際上 我們進來的 進來的這個太陽能板的位置 一樣就是把它轉換成RGB的那個像素 然後用SBM開始去做分析 你看到左上角這個是農地 就是我們不要跑出來的結果 OK 然後再來是樣本比對 就是這個樣本 是 呃 就太陽能面板 然後我們開始 我們是切小塊開始去做配對 去做比對 當然就是一樣 如果你有在玩這個 就一樣物件大小跟旋轉角度 都是一個問題 對 然後實際上跑出來的成果 紅色的部分是它認出來 是 呃 模型認出來是太陽能面板 可是你知道實際上 太陽能面板是在這個區塊 跟這個區塊 你如果有興趣想要交流的負責人在這邊 但我延伸講一下就是幾個東西 我們自己的分析的 敘述統計的分析的成果 我沒有放在slide上面 但是如果你有興趣去follow 可能天下在講這些案子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現就是 台灣的有些可能地層下線 或者是應該我們意識到 它應該去種植在一些不會去影響農地的上面 可是你會發現那些比較惡劣的土地 並沒有真的完全種太陽能板 就是食物上面我要幫他們講一下 有一些地方的地方要考量的地方是 你知道太陽能板種了 不是說我種了我台電就拿得到電 就我種了我還要牽線 把電牽到台電的那個集電的站 那牽線就會 我只剩兩分鐘 好 有興趣我給大家link 大家去看後面的story 然後我接下來要講說 我們年初的時候跟法服合作 然後其實想要去看一件事情 想要知道法律這件事情 還有官司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可以用文字探竿或AI的方式去做處理 就是可不可以做一些相關 所以我們挑的題目其實是 新住民嫁來台灣之後 他們可能離婚會有侵權跟撫養相關的官司 那到底法官在判斷上面的時候 他會因為對方是新住民或者是台灣籍 就是比如說老公是台灣人 老婆是新住民 或者是老公是台灣人 老婆也是新住民 老婆也是台灣人的情況下 到底這判決上面會有沒有什麼不同 所以我們拿相關資料進來 就是 就是 這是新住民 就是 我們先去看說 國籍是不是有差異 好 所以我們拿了案蓋 就是案件蓋數跟裁判書跟裁判結果 去做相關的分析 當然有一個挑戰是 即便是法律的文件 其實每個律師 還有每個法官 他寫法 還是很 也算 freestyle 所以這是在整理上面 是 當然是所有 你知道說文字上 一定會遇到的挑戰 所以我們把文字分詞 然後申請法符的事 都關鍵用詞 然後用TFIDF去選相關的特徵 OK 好 這是用文字雲跑出來的結果 其實用這樣子初步的資料探索 在法符暗蓋上面 新住民跟台積配偶 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做分詞 TFIDF PCA 跟 XGBoost 我們想要去看說 有沒有什麼樣子的因素 是去影響 就是到底裁判的判決 是如何的 然後是PCA 然後是XGBoost OK 所以就跑出了 就是我們看出來一些比較重要的詞 然後其實 我們就是講結論啦 就是你從出境跟道庭都是新住民 裁判出現比較多的 所以可以看出來 對新住民來講 出境跟道庭是在判決上對法官有意識的因素 然後再來租跟同住也是比較常多的 他有他的背景 因為台灣的 其實你跟老公吵架 娘家跟親戚家都可以去 但是外籍配偶 他就會比較難有住 就是這個部分 就是變成住的地方 你會看出來法官其實是在乎的 好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 對於新住民配偶的部分 法官會特別注意 他在社會知識跟程序這一塊 然後 以侵權菜判主要要素 其實最重要是主要的照顧者是誰 然後還有小孩子比較想跟誰互動 然後還有子女的意願 OK 好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DETAIL可以跟 邵宣磊 邵教授去做合作 好 我最後其實想要分享一下 就是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我們的slide slide會分享出來 這下面是我們 過去所有的專案成果 比如說這是空氣污染 然後 這邊有 點下來 點不下來 還是你用 你是catch 沒有 沒關係 他就在我們這邊看就好 好 Leg 好 所以其實我們 整個做的方法 然後 還有就是我們做的方法 還有我們的 內容 就都在上面 然後有些 每個個案他用的演算法 或他用的分析手法是不一樣 你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 就是看一下這相關內容 譬如說 我們就有解釋說 我們那時候用了 就是跑出來的result是如何 然後我們如何去做推薦 我們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我們怎麼樣去解這個困難 我們就如何去 提高他的成功的開案率 OK 然後我們的模型表現是如何 做了哪些事情 然後 我們嘗試做什麼樣的東西 去提供社工的效率 好 那 我的時間差不多到這邊 謝謝大家 然後鼓勵大家 雖然是Python的 如果是 這門是入門 是給Python的新手 你是Python的新手 你還是 有機會找不同的case 然後不同的project進來 然後 你是可以幫這個社會 做一些事情的 謝謝